同时来关心我们的国际焦点来聚焦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 在今天其实呢 台湾时间下午一点钟 在东京都内的日版舞蹈馆要举行 这一次维安警力规模高达两万人 预计将有4300人出席 而在安倍的国葬正式开始之前 日本政府在台湾时间刚刚上午八点钟 已经先开放一般民众来进场来献花 日本东京时间九点不到 至爱的民众其实在现场已经大排长龙 开放时间之后呢 就依序进入布置好的一个现场 向安倍晋三来一项来一个致议 而其一来看到 然而日本国内对于安倍国葬舆论两极 一部分的日本民众在东京 迅速手持反对国葬标语来抗议 由于安倍国葬的成本花费估计3.7亿台币 这次呢超出原先公布的一个金额6倍以上 导致数以万计的日本民众可以说是抱怨 政府浪费巨额的公帕强制哀悼 简直是荒腔走本 从来聚焦了大陆央视军事 最近公布这一段的影片 庆祝了首艘航母入列十年 不过其中这个画面却是意外的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因为这一架呢 金十五舰贼机在执行任务时 下方居然出现了一艘美海军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让不少军事迷惊呼要截图了 因为美国海军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 跟加拿大巡防舰温哥华号 之前才刚例行的经过台湾海峡 因此被军事迷认为这个画面其实针对性极强 不过中美两军军方尚未呢 对此来表态 而且拍摄影片的时间 跟海空运呢 目前也尚在厘清当中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